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由FirstTrade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员联合为大家带来的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终极班 那就是我们终极班共三期的第二期的内容 前面我们就完成了初级班系列的1234567 那大家也可以上美股实战学员的YouTube频道 或者说是FirstTrade的YouTube频道 去回看以往的一些课程系列 那昨天的话我们讲了期权的终极策略 一些两腿或者说不止一腿的这样的一些期权策略 像Spread Option Straddle Strangle等等等等 一会我们可以一起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讲期权的异动策略 那这是一个也是终极的一个期权策略 平时我个人或者说很多交易者 投资者会用到的一个期权策略 我们一起来往下看 最近还是这个开户送iPhone的这个送股票 送iPhone的这个活动 马上就是两天了 12月30号月底就结束了 开户送一个股票 入金再送两个股票 同时呢还可以有机会抽得iPhone 那这个可以上First Trade的官网 去了解详情 首页这里呢 除了这个首页我们看近期活动 对吧 我们近期的一些公开课活动 大家可以免费注册 以及看接下来的活动以外 在首页 这里还可以有iPhone了解更多的这个活动 然后还有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包括最近First Trade的这个 涨上交易啊 手机APP交易在网上首页 也有很多的功能的介绍 大家可以去Apple Store啊 安卓或者说免费下载啊 在官网上也可以直接扫码下载 点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一些这个教学视频啊 手机端的一些教育视频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手机上啊 更方便的下单啊 更快捷更智能 而且这个交易APP呢 我个人也在用 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啊 大家可以上网去多了解一下 多了解一下 同时也可以下载这个APP去试用一下 对吧 下载APP试用一下啊 好 那这次班车这个公开课的一些计划 前面我们已经完成了六期 在前面两周 这周呢 我们完成中期 下一周的话呢 我们会把高级系列也完成 高级系列也完成 简单变成命 如果选择情况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那这是本次的培训大纲 用到的以下的工具平台 如下 那上节课我们讲到了一些期权的一些 偏啊 中高级的一些期权策略啊 那不仅是有方向性的 bell bullish或者是 bearish啊 像一些spread option 也有一些non or neutral 或是non directional的一些strategy 比方说是straddle strangle对吧 同时我们也引进了一些butterfly iron condor这些策略的话 可能三腿四腿的策略 我们需要等到高级策略的时候 我们到时候再讲 上节课我们讲到价差期权 如果是看涨的话 可以做bo call spread 看跌的话呢 可以做bury pull spread 都是debit 都是花钱去买的 做买家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啊 同时呢 也有credit spread 也有个变种的 diagonal和calendar spread 那大家懂得credit spread 也是两腿的 只是这个时间 不一样 或者说stripe price 不一样而已 那不像刚刚我们说的 这个简单的 bullish cost spread 跟bearish put spread 它的时间是一样的 对吧 只是stripe price不一样 有价差而已 那同时我们也引进了卖家的credit spread 对吧 上节课讲到了credit spread credit call 或者是pull spread 统称为credit spread 在first trade的期权极客里面 也可以看到 short vertical short call vertical 或short pull vertical 这是所谓的credit spread 那作为卖家的话 你是收钱 收钱 那call credit spread 是不看涨 不看涨 pull credit spread 是不看跌 不看跌 同时也引进了跨市组合 straddle 跟strangle 更多两个策略的不同 是在于它的stripe price的 是否一样 那更多是做大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波动的 希望股价有大的波动 对吧 那同时也引进了卖家的 short straddle 和short straddle 那希望股价不要有大的波动 在一个小的范围内震荡 那同时butterfly 还有说iron condor 这些高级的策略的话 我们会留到 到下一周高级班里面会讲到 那今天呢 我们讲一下期权异动策略 期权异动策略 那期权大单横行的时代 也就是所谓的内幕交易的时代 天下的乌鸦一般黑 在哪里其实都有所谓的内幕交易 灰色交易的地带 只是你能不发现 那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一些 期权的一些异动 这个什么是期权异动呢 一会我们会详细的讲解一下 那我觉得这边市场上 总是会有一些消息 会提前的走漏 有人提前的知道这些消息 那当有人提前知道 这些消息的时候呢 那可能会有一些异动 在期权链上 或者说市场上能够发现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股票 在消息来临之前 可能会横盘 或者说可能会已经开始提前上涨 有这样一个预期 然后这种消息出来之后 可能拉升 拉升之后很有可能马上就出顶了 或者说对吧 再借着动能再往上拉 那为什么之前会有这样一波上扬呢 那这个其实就是 有人提前有这样的一个预期 或者说更简单暴力的是 有人已经提前知道这个内幕消息了 那像这样的一些 在期权链上的一些异动 我们把它简称为期权异动 那平时在股票上面的异动的话 我们可以在图形上可以看得到 对吧 图形上可以看得到 这个横盘叙事待涨啊 或者说已经提前有这样的一个吸筹形态啊 然后最后等待消息爆发 对吧 那图形上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些规律的 但是在期权链上我们依然也可以通过期权链的一些解读 来观察到期权异动 期权大单 横行的时代啊 选股为王 什么是unusual option activity 简称为UOA 也就是中文的期权异动啊 说牌了就是期权链上的异常情况 期权跟股票不同 所有的交易都会公布出来 所有的交易都在期权链上 可以通过呃成交量为平仓数可以看得到显示在期权链上啊 而不像股票对吧股票有可能会有按盘 或者说每天股票的成交量成百上千万的成交量很难一个一个的去对照或一个一个的去看到啊 而不像是期权链上呃每一笔大单或是每一笔较大金额的交易 我们其实都可以通过期权链上的open interest 为平仓数或是成交量来进行 补抓 是吧 来进行补抓 那为平仓数成交量 大家可以在first trade的期权链上这里可以看得到 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昨天 我们看到有一个有个qqqQQQ昨天有一单期权链上啊看到的期权链 期权链啊QQQ昨天呢是有一单我记得是在哪个月份啊我看一下净价260应该是属于价内的啊 但可能这里目前这个数据可能还没出来 我们看这里 这可能数据没出来啊 等到开盘之后啊 对这有了有了有了已经有了啊 好应该是在6月份的啊 明年6月份的 比较大的一张单啊 昨天被我看到了21年6月份的啊 一年6月份的啊 那么看21年6月份 有一个280的 280的 应该是265的PUT啊 在未平仓数这里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卖权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呃 我们希望看到所有的价格 对吧 全部价格 go 好 显示出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成交量 现在是归零了 对吧 在平时正常交易的时候 成交量会出现 然后呢 在收盘之后 成交量会转为到持仓量 也就是未平仓数啊 那现在成交量这里看不到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未平仓数这里 会有一些巨大的变化 像这个 呃 这个是31号的不对啊 我们要看这个 这个区域 要看这个21年的 呃 不好意思啊 是21年6月份的啊 刚刚这个时间要切换一下 21年6月份 现在确定是21年6月份了 对吧 距离过期时间还有171天 然后来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在 100 在200多啊 这里有比较大的open interest变化 尤其是这个260的put啊 260的put 现在QQQ还在300多块钱 对吧 还在300多块钱啊 然后就已经有260块钱的put在这里了啊 有260块钱的put在这里 而且这个昨天那个金额 还是蛮大的一个金额啊 这个金额还是蛮大的一个金额 我看了一下啊 这个金额是 大概是600万啊 不好意思 应该是9月份啊 我搞错了 9月份的 268的put啊 268put这个 原来这个open interest是 接近是零的啊 这个未平常数接近是零的 然后突然 昨天是有5000多张 然后后面有根据 又陆续的又有这个几千张 open interest是入租进来 然后最后变成了7000多张 现在是未平常数 7000多张在这里面啊 9月份的268啊 那这个是非常远的一个期权移动了啊 时间是在明年9月份 那可能有大半年的时间 262天 那可能对我们一般交易者来说 没有什么太强的参考意义啊 但是这种超级价外的put 而且金额很大600万啊 每张单呢 当时应该是50006000块钱一张啊 这里可能是十几块钱一张的合约 很贵啊 加起来是600万 那应该是12块钱左右吧 乘以5000张 这是600万 一张单啊 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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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深度的回调 而且这里QQQ战 现在是在314啊 如果要回调50块钱的话 也就认为在QQQ战 这边会有接近20个percent 至少15到20个percent的 这样的回调 那这个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回调啊 比较大的回调 而且在接下来未来的 短短的可能半年内啊 或者是半年出头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内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异动的话 其实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对吧 有大哥在借着市场的高位的时候 进行一些大量的对冲 一般六千 六百万 六个million 对吧 六个million 六百万的这个美金的单子 一般对应的话呢 是六百万六千万 六个亿 六个亿的资产 六个亿的资产 对应的话是六个亿的资产 所以它是六百万 一般对冲的话呢 是乘以一百的杠杆 一般我们这样会计算 大概进行一个计算 也就是说这位大哥 可能他有接近六个亿的资产 需要去对冲 六个亿的资产需要去对冲 我们给予期权的 这个简单的一百倍的 这样的一个对冲的杠杆的话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期权异动 在期权链上的一个解读 那期权异动 无非就是大资金的入住 对吧 大资金的期权链上的入住 大资金开仓 或者说官仓 这其实都是属于 期权异动的一个范畴 那我们需要观察到的是怎么样 连续不断的高质量的异动 连续不断出现的异动 连续不断出现的异动 如果只出现一次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关注 那如果说连续不断出现的话 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 重点关注的 那所谓高质量呢 就是数量跟金额 我觉得都要有 都要有 尤其是金额 如果金额很小的话 如果他只是买一万张 但是都是一些几分钱的期权 那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那如果说他买一万张 一张期权都是几块钱 这种加起来都是几百万 上千万的这种 那我觉得就是很大的一个 关注的意义了 所以期权异动 主要我们需要注意两点 一个是大资金的入住 对吧 然后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连续不断的高质量的异动 这是我们需要去观察的 需要观察的 那异动是如何产生的话呢 异动一般都是由机构买卖产生的 因为都是比较金额比较大的 是吧 单比交易金额会比较大的 或是连续不断出现总体金额会比较大的 那这些机构跟我们来比有什么不同呢 机构有我们掌握不到的信息 这是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通常有些消息可能机构提前知道 或者说不一定有内幕 对吧 他可能提前预判到了 机构有很多我们没有的技术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还有机构会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 去投入到各种可以帮助他们赚钱的技术 或者说是研究当中 研究各种的图形 基本面等等等等数据 所以机构有足够的财力 然后他们做出足够的功课 然后他们买入或是卖出 导致股票的涨跌 同时在期权链上也是一样的 所以不管我们是做股票也好 还是做机构做这个期权也好 我觉得我们都要跟着资金流走 跟着大资金走 大资金走在前面 我们跟在后面吃点这个肉 喝点汤就可以了 大肉给他们吃 我们跟着吃点这个小肉 或者说喝点汤就可以了 那这边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大家在做沃尔玛这支股票的时候 沃尔玛对吧 那平时我们散户做沃尔玛的话 很简单 怎么样呢 我们平时就是做沃尔玛 看看沃尔玛的基本面 来到first trade的这个首页这里 输入代号 看看沃尔玛的财报 新闻图形 对不对 甚至有时候可能 像今天这节课上完之后 大家也可以期权链上去观察一下 等等 这边都有很多其他的数据 对吧 一些分析 那这些数据跟分析 我觉得对于机构来说 这些早都是已经小儿科了 对吧 都已经小儿科了 那机构其实它有更先进的武器 那它可以通过什么 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件 就它可以用通过 比方说卫星 来监测所有沃尔玛的停车场 看沃尔玛的停车场 上面是否人越来越多 对吧 停的车辆是否越来越多 来预判沃尔玛 这个季度的财报 或者说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财报的 一个趋势 股价的一个走势 而不需要说等到什么财务数据出来 对吧 可以提前的知道 甚至有些高管 有些内部人士 他们其实已经早就知道 沃尔玛这个季度财报会不会好 或接下来的一些趋势 接下来的一些走势 会怎么样 对吧 所以这些消息 我们都是没有办法 这种散户提前获得的 我们只能从已知的消息上 进行一些规律上的判断 但要做一些更超前的 更大资金的一些投入的话 那机构他会需要更多的一些研究的数据 或者说更有把握的一些武器 那我们这边其实就是超他们的功课了 对吧 如果大机构出现一些资金流上面的异动 尤其在期权链上出现一些比较明确的 连续不断的高质量的异动的话 那我们是可以直接抄功课 跟着他们走的 那刚好如果又符合我们的交易体系的话 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这样的一个交易策略 那我觉得期权移动并不是说每一个单 我们都要跟 但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情况来进行判断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我们的交易的预期 和判断 符合我们的交易体系 把期权移动当作是一个trade idea 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期权移动是炒期权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呢 因为期权移动都是机构在买 他们有足够的信息充分研究 先进的技术跟雄厚的资金 所以跟着他们买 绝对不会吃亏 当然这个不是说百分之百对吧 Nothing is 100% sure 所以我觉得大概率的话 跟踪期权移动 有这样那个很好的trade idea 结合你的体系 交易体系去做的话 那我觉得是很有效的一个策略 对吧很有效的一个策略 那需要 你的其他的这个交易体系策略来加持 对吧 需要你的其他的交易体系来加持 不仅仅是单靠期权移动 任何一个单靠某种策略 想在市场上长期的 这个生存的话 我觉得都是比较难的 对吧 需要有不同的 这个策略相符合 这个配合 对吧 相辅相成 可能才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 长远的这样的一个胜算在这里面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对吧 不能仅仅单靠期权移动去做交易 你还要结合你现有的一些内容 一些一些东西在这里面 对吧 比如说你已经有的 这样那个期权交易体系 或是股票交易体系 技术分析 基本面分析 或是资金流分析 然后结合期权移动这个策略来说的话 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期权移动的策略的总体的一个思路 就是紧跟期权移动 大单的资金流 不敢说每一张期权移动都有很高的胜算 百分之百正确 但是smart money掌握了我们不能获得的信息 并有一定的把握 不然不会花费这么大的资金 在公开市场上大胆的买入 或者说入住期权链 并且冒独必要的风险 对吧 他们肯定会想尽办法 不让他们的单亏钱或归零 或者说大概率他们的单 也会有比较大的迎面胜算 同时我们要了解 每一笔期权移动背后 他的trader下单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或经验上的一些判断了 而不是说每看到一张单 你就无脑的觉得说 这个是看涨 这个是看跌 然后我要跟不是这样子的 一定要有一个思考 对吧 一定要有一个思考 认为这张单到底背后它是干什么的 比方说我刚刚讲的QQQ put 那很多put都是对冲的 基本上put都是对冲的 手中有股票 尤其是一些指数的put都是对冲的 所以QQQ put很有可能是对冲 他手中的仓位 他为什么要对冲呢 如果市场好好的 他不需要对冲 对吧 如果市场不好了 那可能他需要对冲 而且为什么他要这么大金额的对冲 他有多大的资产需要对冲 为什么买这么远的时间 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我们都要去思考 所以每一张单我们观察到之后 我们要尽量的去思考 这张单开单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结合我们的交易体系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判断 是否需要去跟踪它 或者说是否需要去跟进 还是说我们只是观察一下而已 等待后续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对吧 那首先我们期权移动 追踪的日常的一个流程 那每天我会在美股实战学院的 我们这个学院区里面 发布每天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 期权移动的短期的一些动能大单 或者说中长期的一些关注的 大单的一个汇总 同时呢 谈中的话 我们也会关注一下期权移动 有没有一些很好的交易机会 然后同时制定整个期权的交易计划 并实施 最重要的是保证我们有一个风险 跟仓位的控制 平时如果大家想要追踪期权移动的话呢 有很多一些免费的网站跟平台 我这边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一个叫barchart.com 当然你可以直接在 first trade的期权链上去跟踪 当然这个可能有一些局限性 毕竟你只能看到一些成交量 跟持仓量的变化 而且同时你可能要记下来 之前这个期权链上 它的成交量跟这个持仓量 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吧 然后你才能知道它的变化 因为第二天出现这个数字变化之后 你没办法显示出来 但是如果说你可以在 barchart.com这里面来到一个 期权option这里 有一个option market overview 点进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每天的一些 most active option 最活跃的一些期权 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股票的 明星股大比较知道 比较熟悉的 对吧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小的股票 这些可能也是期权骚动 或期权成交量比较大的 也是有可能比较大的期权移动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比较先进的 advanced grouping 关于一些不同其他策略的 有些同学可能比较喜欢做 什么butterfly 或喜欢做spread 喜欢做cover core nakey put等等 strattle strangle iron condor等等等等 这些其实都可以在这里面 点击进去查看 那这边我想讲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 unusual option activity 还有change in open interest 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 非常值得去关注的 这里我们直接点进来 大家可以免费注册一下 对吧 这个是免费的一个网站 进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里 option 点option这里 会看到有很多的market pulse 市场脉搏 这里面很多信息都是跟期权移动相关的 那第一个就是unusual option activity 然后你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条件 去进行筛选 当然可能更复杂的一些功能的话 需要去注册 然后需要去付费 对吧 但你可以免费试用一下 同时你也可以选择股票啊 或etf啊 index上面的 或甚至你可以订阅他们的邮件 去sign up and get an email get an email alert everyday right 这里可以看到期权的异动 它会这里显示出来 比方说这个microsoft 这里有些期权异动 多少天到期 哪一个strike 然后当时的成交量是多少 对吧 然后占了他open interest的百分 占了他open interest多少 对吧 这些其实都可以去进行学习 这里还有一个简单的一个tutorial视频 告诉你怎么去看这些期权移动 而且其实都是每天市场上出现的一些 期权移动 对吧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 简单的一些 搜索 比方说这里我们看到这里option most active option Changing open interest 这里 未平常数的变化 我们也需要去看 未平常数的变化 那未平常数说明它是入住了 期权的大资金或成交量入住了 说明开仓成功 对吧 开仓成功 资金入住进来了 那这里可以看得到open interest的一些变化 每天open interest变化 你看snapchat 这有6月18号的21年 明年21年的20的put 这里有4万多张入场 那为什么有人在这个买这个snapchat的put呢 而且是比较价外的20块钱的put 是看跌呢 还是对冲呢 还是怎么样 一般看一般对冲的话 可能不会买在40多块钱买20块钱的stripe的put right 这个很有可能就会亏完的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成交 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几毛钱的 所以加起来这个虽然说open interest很大变化很大 但是呢 其实它整个成交量 整个金额来说是比较小的 这可能才60万的金额 非常小的一个金额 60万当然也不小了 对吧 60万也不小 因为4万多张 加乘以这个3毛钱 3毛钱2毛5 这个不知道当时成交是多少钱 成交可能是在2毛6到3毛3毛3之间 然后还有这个IVR 这都是一些小股票 还有一些能源股 还有一些黄金股 还有苹果阿里巴巴 大家如果比较关注比较多的阿里巴巴 这边也可以看到有些期权异动 而且大的open interest的变化 open interest的变化 这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工具平台 大家可以去平时跟踪一些期权的一些异动 包括这里面出于还来有看这个以往期权的价格 期权的一个扫描 option的volume leader等等等等 这些功能 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不断的去挖掘 对吧 自己可以不断的去挖掘 除了open interest 这个刚刚有一个increase以外 这里还有一个decrease 看这里 changing open interest 同时你可以把这个日期 各方面选一下 对吧 简单的一个tutorial这里也有 option open interest change increase 增加 decrease 减少 然后这里还可以拉下来选择一些其他的东西 大家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对吧 自己可以去玩一下 我觉得这个网站挺好的推荐给大家 而且是一个免费的网站 可以帮助大家 观察一些 初步观察一些 简单的 或市场上比较明显的 一些期权移动 当然如果说你要更加细微的去学习这个策略的话 或更加细微的要用到一些工具平台的话 我觉得可能需要涉及到一些付费的平台 比方说这边有一个叫market chameleon 这个网站的话可能需要付费 可能需要付费 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免费试用一下 他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期权移动的一些汇总 对吧 更好的期权移动的汇总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这个我是有 有付费的一个平台 那包括这个Barchar token 其实我也有账号 看看我到login进来 这些平台我都是已经有账号在里面的了 那可能我的界面显示跟大家不太一样 对吧 但是基本上功能是一样的 基本上功能是一样 那我们看这边 unutual option activity 也可以通过在market chameleon 市场变色龙 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期权的成交量的一些 变化 而且同时也可以通过这个扫描 对吧 进行扫描 看这边 选的一些成交量 或是open interest的变化 而且同时呢 这边是否有一些潜在的一些什么事件 是财报啊 还是有什么事件在这里面 期权移动 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这些其实都是大家可以关注的对象 如果说你平时缺乏一些个股的关注对象 那你可以通过这里面去进行选择 那比如我平时呢 你已经有了很好的个股招的对象 如果刚好你又看到他有期权移动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重点的去关注啊 所以我觉得是帮助辅助大家平时做股票啊 或做期权非常好的一个策略的一个辅助帮助啊 这只平时我们期权移动跟踪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流程啊 那还有一些用的一些工具平台 那多着多关注 挑整捞啊 这个原则也是我个人总结出来的 对吧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多的更多的去关注啊 而不是说 抱歉啊 而不是说每一张单对吧 我们都要去跟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每一天像这样的期权移动太多太多了啊 尤其期权千万千万不要追高对吧 不像股票可能差个几毛钱 差个几分钱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吧 但期权的话每差几分钱或每差几毛钱 乘以100都会被放大的 每天单很多啊 把他们关注起来 慢慢的关注找到最好的 最值得你去跟进的 而且最符合你现在目前交易体系的 这个去跟就可以了 而且很多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期权移动啊 大部分情况下都会再给啊上车的机会啊 所以通常你可能可以买到比大单更低的价格的成本 或是更好的时机进行介入啊 所以原则是有选择的进行跟踪 同时呢 我们尽量抄底大单 对吧 抄底他们的期权移动 而不是说追高他们的期权移动 帮他们做托盘 或者说这个帮他们做接盘侠 对吧 我觉得更多还是要利用好这一个啊 这个更更多的期权移动的 这个这个优势啊 有选择的进行抄底式的介入 对吧 有选择进行抄底式的介入啊 而同时也要注意一个分散投资 这个是期权移动 包括我们做期权平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仓位管理了啊 你不可能一把抓对吧 全部把一个鸡蛋全部 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啊 因为期权移动不是说百分之百的胜算啊 那只要你的胜算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 甚至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我觉得这个异动 这些来总体来说 均衡来说还是给你带来比较长远的一个稳定的回报啊 长远的一个稳定的回报 所以要非常有选择的跟进 这是非常重要的 分散投资 每一单不要下中手 只要有稳定的胜算 那总体来说你会有稳定的一个回报啊 那止盈止损原则 这个其实之前我们也讲过了啊 我们这边做完整的一个策略的一个体系讲解的话 我们再补充一下 止盈止损大概是如果你已经赚了百分之五十 或者是赚了一百百百倍了 那你可以止盈或是出一半 另外一半呢 让他自己跑对吧 那这样呢 你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亏钱的担心 因为你把成本或部分筹本给收回来了 只要还有时间 open interest没有大的变化啊 说明大资金还在里面 所以有时候可能回来的几率 或者说继续爆发的几率还是会有的 但是由于这个time decay的原因 时间价值的流逝的原因 作为期权买家 有时候呢 不要拿着亏损的期权等待到期归零啊 当情况对你不利的时候 尤其是open interest出现巨大变化的时候 也就是说大哥开始跑的时候 对吧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啊 那如果说我们观察到的期权移动 open interest开始出现巨大的变化的时候 对吧 如果是增加的话 那说明有人看好该期权stry price 这个期权价值会上升啊 那如果说open interest下降的话啊 那说明这个资金在流出 所以大家要小心 大家要小心啊 所以在不利的情况下 你要及时的止损 这也是一个啊 那新手特别是连期权都还没弄明白的 要特别小心啊 这边我们看到很多新手玩家 可能还是要先把这个期权的初级策略 给弄明白 对吧 初级策略给弄明白 做好亏钱的心理准备啊 或者说建议先用paper account paper tree 先进行试一下手 在网上大家可以百度google一下 期权的模拟交易啊 期权的paper account option paper account 有很多的平台 很多的网站 可以尝试先试试手 不需要一定要用真钱去做 对吧 可以先用假钱 paper account先去做一下 期权是高风险 高回报的风险衍生品 可以让你有比较高的杠杆 一页暴富 所谓的一页暴富 也可以让你一下子会 毕竟这个杠杆衍生品啊 还是有双刃键的 对吧 有双刃键的 当然也可以控制好它的风险 控制好它的所谓的 这个优势 或者说弊端 来为你所用 期权策略是一种策略 是交易思路 吹idea的来源 而不是绝对的参考啊 这个我觉得对新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那这边我们结合一些实例 我们来进行一些讲解啊 结合实例来进行一些讲解 我们看看这边啊 刚刚可能这个 powerpoint我没有直接把它给 分享过来 对吧 这个我们重新再看一下 分散投资原则 还有止盈止盈原则 止盈止损原则 还有新手注意 新手注意 那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吧 比方说大家可能 关注度比较高的 像 这个uvxy了 uvxy最近有很大的异动啊 有很大异动 我们看看 在这个market conveyor 这里能不能看得到啊 uvxy买到option这里 他的activity 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体来说 他的open entry是有在不断的增加的啊 我们看这边option breakdown 最近的option chain open entry sentiment order 这里啊 open interest啊 可以看到open interest的变化啊 在这里面可以看得到每天的open interest的变化啊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从呃 这个stripe price来看的话 open interest是在不断的增加的啊 是在不断的增加的啊 这是从总体上来说啊 总体来说open interest我们看这边 呃 再看这个吧 用这个来看吧 这个毕竟是付费的平台 大家可能平时比较少有啊 我们直接来这里进行这个screener 呃 OK 这个需要customer需要一个一个付费了啊 这边我们看能不能直接simple过滤一下 比方说我们要找 比方说我们要找这个uvxy啊 如果说我们没有付费的账号的话 我们就只能一个一个的去看了 对吧 只能一个一去看了啊 那zoom这边可以看到有些期权移动 对吧 zoom 那选择你想要的这个代码 比方说你要去到呃 you开头的啊 当然这是个比较笨拙的方法了啊 比较笨拙的话 像这边有同学刚刚问到snow 对吧 snow我们也看看对吧 snow也是最近呃 巴菲特老人家一只啊 成功入驻的一只ipo啊 这边也是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 我们看看snow对吧 这有些比较大的期权移动啊 put call啊 pout好像多一点点对吧 call这里也有 然后你可以根据这边 成交量的变化啊 成交量的这个volume的数量 对吧 还有未平常数的变化来看 这个单哪一个call比较多一点点 还是put比较多一点点 对吧 金额来说比较多一点点啊 另外也可以通过这个option的open interest来看啊 open interest 我们把这个symbol 也是通过symbol来进行一个grouping啊 我们看往下看呃 这个目前open interest变化比较大的 you uvx1没有 uber这里也有啊 特斯拉也有啊 他把这里open interest比较大的变化 也有一个5000多张的open interest变化啊 那这可能是排在比较前的open interest的变化啊 并不是说所有的open interest变化的啊 open exchange我们看看open exchange最大的变化 这里是刚刚我说的snap chat 最大变化是4万多张啊 4万多张的变化啊 那可以通过这个来选择 比方说我们看这个苹果吧 阿里巴巴啊 阿里巴巴这边在3月19号的call啊 3月19号的call还有81天到期 那当时可能大概成交是在3块钱左右吧 2块8毛5到3块钱以内啊 然后我们看这边当时这个这个open interest变化 open exchange是171 这个7啊 17啊 接近18000张对吧 open interest变化在230的call啊 所以这边说明有人是什么 在抄底阿里巴巴了 是不是有人在抄底阿里巴巴 同时我们可以再进行个grouping 可以看看啊 打下来看看这边阿里巴巴 这边好多单啊 好多单啊 这边有put也有call 也有put也有call 这边都有啊 都有啊 那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去看啊 这边 这个金额比较小的 我们就不关注了 对吧 这个金额都是几毛钱的 这些金额就不去关注了啊 那这边啊 这个1块多的 这个5块多的 而且这个是 对吧 5000多张的变化 然后这边是2块多的 也是 6000多张的变化啊 说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抄底阿里巴巴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抄底阿里巴巴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这里有10块钱的call 1月份的 230的call 10块多 然后这边也是6000多张的变化啊 所以看到这边是抄底阿里巴巴的人特别的多啊 是我们可以看到远期抄底的对吧 有一定时间的给点给多点时间抄底人比较多 买put的话呢 也有啊 但相对来说数量啊金额各方面小一点点啊 数量金额各方面小一点点 我们看到call的单子可能多一点点 而且金额可能会更大一些啊 所以这边从期权open entry这边的变化 可以告诉我们 昨天更多还是有很多人去看涨阿里巴巴的这个期权链的 对吧 看涨这个阿里巴巴的期权链的啊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option的这个 这个期权链上的一些未平仓数啊 包括期权链上移动的情况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变化 对吧 可以看到一些变化啊 嗯 most active的 我们看这边这里有一个option的一个snap snap图 这个图好像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啊 我们看这里option这里 option board will 这个图也没什么用啊 可能要去每个期权链上看出比较好一点啊 这里iv的一些ranking open interest的变化 这也是有一些open interest的变化啊 在这里面一些期权移动 而且同时它有很好的一个扫描的一个功能 对吧 扫描的功能啊 我们看这里还有一个是unusual option volume 在这里面 unusual的一些option volume unusual relative volume 成交量比较大的啊 但它并没有说open interest 我们看这里啊 没有没有open interest啊 可能更多还是要通过一个一个的期权去看啊 这里点进来 QQQ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tree idea啊 应该是这里了 tree idea 它会给你一些很好的一些tree idea的建议啊 同时呢 还会有一些期权链上的一些strategy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 对吧 推荐啊 根据目前当下的一些数据的情况啊 这里在这里啊 ratio或是w cost spread 还有activity option的一些activity 成交量为平常数的变化 liquidity 啊 这些可能都涉及到更更高级的一些数据了啊 更高级的一些数据 包括一些啊 tree的一些汇总了 买call的人买pull的人的总量了 对吧 啊 by strike price 或是by delta trade的一个summary 这边都可以看得到啊 即时的每一笔交易的这个单都在这里显示出来了啊 trade summary 还有这个order sentiment啊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就是看每一天比方说我们现在看的是QQQ 对吧 每一天期权成交的 总期权成交量是多少 对吧 百分之多少是bullish的 百分之多少是bearish的 百分之多少是put 百分之多少是call 我们看到最近的话 这个QQQ这边好像买pull的人多一点点 说明大家很多人需要对冲指数啊 是为什么这指数跌不下去的原因啊 还有open interest的变化 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对吧 open interest的变化也可以看得到啊 五天的一个train train啊 或者说historical的一些变化啊 historical chart 还有strategy payout 这个就有点像期权极客了 应该是啊 可能有点像期权极客的功能啊 所以这有很多更高级的一些期权的一些 一些个别的一些数据啊 在marketchameleon 在marketchameleon 同时呢 还有这个barchart.com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平台 大家在网上一搜 unusual option activity 可能都会有很多新的一些数据跟帮助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挖掘一下对吧 大家可以自己挖掘一下啊 好 那今天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呃 这个期权的异动策略啊 更多想引进给大家给大家一些新的一些思路 方便大家平时呢 可能有更好的一些跟进啊 更好的一些思路 关于一些个股的一些关注啊 对吧 或平时我们期权交易 可能也会引进一些新的一些关注对象啊 那这样可能会对大家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 呃 这个无论是交易思路的来源 还是说胜算的把握啊 呃 策略上的一个一个优越性 我觉得大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啊 大家可以更多选择 好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这么多啊 也分享了一些网站和平台 希望大家这个有帮助 就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 哎 how do you know free ok 老师除了除权 除权日对期权没什么特别的影响 因为除权基本上已经是定的 对吧 你的发派发这个dividend已经是定下来的 所以基本上已经price in的在期权链上了啊 price in在期权链上 272的call代表了什么 272的call代表了就是 stripe price为276的看涨期权啊 对冲的每一 对金对6个亿的美金对都是在说美金嘛 都是在说美金哪里可以拿到这些资料啊 这些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对吧 视频可以回看啊 不知道你具体说的是什么资料 刚刚的网站也可以看这个网页上可以看到就网站的名字是什么啊 半年前老师讲课有讲到Tesla对Tesla有非常高的期权移动那是早期看涨的比较多 当然现在还是有很多看涨的移动啊 哪里发现捕捉到QQQ突然有600万的期权移动就是我刚刚说这两个网站对吧都可以看得到啊 只是当时无法判断是卖扣还是买扣啊 有买就有卖 你更多需要看到的是open interest的入注对吧 有买就有卖就跟股票是一样的 有买总会有卖 有买就会有卖方 有买家就会有卖家啊 所以你不用管他去买还是卖对吧 你只要需要知道他是主动开仓 主动开仓去买的话 那他会在open interest上面显示出来啊 如果知道open interest是买还是卖对吧 你只需要知道open interest是否入注了 是吧 入注的话说明有资金入注了 如果open interest是减少的话 说明资金量在减少啊 如果open interest在增加 说明资金量在增加啊 好 cover code的什么情况下不会被强平啊 那如果你有足够的资金的话 我相信是不会涉及到强平的这一说的啊 未来汽车有什么异动可以看 未来汽车的期权其实比较贵 波动性也比较高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简单的举个例子吧 未来汽车 刚刚其实我们在这个unusual的这个start option activity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了 这个可能 可以股评一下啊 把它全部许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一个付费的账号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一个一个去看 比较费劲啊 我们看未来汽车那可能是要跑到好好多页以后了啊 我这十几页那这太多了这没办法看啊 我们还是去这个吧 去这个未平仓数 去这个change in open nature 这里来看 对吧 change in open nature 这里来看 看有没有未来汽车的一些异动啊 我们看昨天异动比较大的是一只 呃这边也是我们刚好石盘群有跟进的一只股票 一个spac 反向收购上市的一个spac ghiv啊 然后未来汽车我们看看n开头的未来汽车 这里也有一些啊 也有一些未平仓数的变化啊 未平仓数的变化 那这里更多是数量上的一个一个变化了啊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些可能数量很小的可能几百张的 但金额很大 那这些可能会被他所忽略啊 因为他这边更多是看到未平仓数数量上的变化 但如果数量合约数的变化变化很大 同时有金额上的单价金额很高的话 那其实这些也是更值得关注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可能会有一些 不是这么完整 但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参考性了啊 那么看这边有一个是未来汽车的pun 1月15号的2块多一张啊 这边总共未平仓数变化是加了6000多张啊 所以说明有人在买1月份的pun对吧 有人在买1月份的pun啊 然后这边同时我们看到买pun的人 好像似乎多一点点啊 未来汽车 call的有 但是金额都是比较小 call这里有一张单2900 2970多张 然后是买的50的call 1月份的2块钱 这里也是有call 但是感觉pun的人好像多一点点 或金额可能会显得大一点点啊 未来汽车啊 所以这边小心一点点啊 感觉是call跟pun有点平衡 但好像更多偏向于pun这边啊 可能更多偏向于pun这边 这个是可能未来汽车 这个同学刚好问到的啊 其所有的汽车课程都会放到这个网站上面去和大家回看的啊 所以我们都是都录播下来的 好 那今天感谢大家啊 后面我看大家还有些问题 我一会留下来再解答大家问题 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子了 我们明天早上还有一节课 继续完成期权的这个选择啊 期权的选择 明天应该是讲期权的选择啊 这个时间要调转一下 然后呢 呃高级策略 我们会在这个接下来下周给大家进行带来 好吧 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until next time chill green and stay profitable 一会我也会把我的微信留下来 大家会后可以 我们再加微信再进行探讨啊 那想了解更多信息 拨打first trade的客服专线 电子邮件 以及关注微信的 first trade的微信服务号 first trade横缸1985 服务怀然30多年老白券商 真正意义的免用券商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拜拜